欢迎大家又来听我讲中西人民精神 上次讲到中国文化现代意义的问题 我记得上次讲到对中国文化的名词要有明确的了解 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以瑜伽为主流所决定的文化方向文化形态 我们讲的是这种意义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 以瑜伽作为主流所决定的文化方向文化形态 我们讨论过讲中国文化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讲法 这不是用我们现在所谓的 瑜伽作为主流这种文化方向来讲的形式 很多时候怎么讲呢? 就是会讲回以前不同时代的文化业绩 或者不同时代的文化成就 那么 毛生就称呼这种形态 就叫做数家珍的心理 用数家珍 讲回中国以前发明了些什么 中国以前有什么 中国文化以前有什么成就 这样讲一大堆 毛生就认为这种讲法 就讲不到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不是用这种数家珍的方式来讲的 毛生也讲到很多外国人来中国 都是用这种方式 什么方式呢? 就是比如说外国人去到台湾 要找中国文化 看到台北的高楼大厦 跟纽约差不多 就觉得这些不是中国文化 这样就变成了一种考古的态度 用考古的态度来去找中国文化 这样呢? 毛生觉得中国人都不应该用这种态度 用西方人考古的方式来去看中国文化 如果我们又不是用西方人考古的方式 考古的态度 又不是用 刚才所说的数家珍的态度 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去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呢? 刚才说过了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作为主流 儒家作为主流 这个文化生命方向 以及文化生命形态 儒家作为主流 而决定的这个文化生命方向 以及文化生命形态 所以由这里来讲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即是说 文化生命的方向 以及形态的现代意义 现代使命 即是现在要讲 以儒家作为主流的 这个文化生命 它的方向和形态的现代意义 既然是一个文化生命的方向和形态 生命是一个流动 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是一个由古至今的 一个连续的流动 由过去 到现在 到未来 这样我们才可以讲到 这个所谓 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由 姚信语 湯文武 周公孔子 一代一代 这样传下来 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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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所谓文化的业绩 不是每个时代 发明了什么用具 发明了什么文化 而是 我们要看的是 创造文化业绩 文化生命的方向和形态 这个形态 就是指文化生命 是用什么方式 用什么姿态 用什么样式 来表现 这个样式 这个姿态 在春秋战国时代 已经表现了 已经尽了他的使命 去到汉朝四百年 亦都表现了 亦都尽了他的使命 去到魏晋南北朝 去到徐唐 亦都表现了 尽了他的使命 去到宋明阶段 又是这样 去到清朝三百年 亦都以某种姿态出现过 这就是所谓生命的长流 生命的长流 在这两千多年里 来表现 两千多年表现 这这样的长流 生命 是弯弯曲曲的 当中也有正有邪 有向上有向下 曲曲折折的 虽然是曲曲折折 但总是一个生命的流动 一个生命的流动 向前流动 一路向前流动 我们只可以由这个角度来说 这样才可以说到 所谓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现代意义 中国文化生命的现代意义 也就是说 中国文化在现在这个时代 应该要做些什么 应该要怎样表现 这个问题 就是所谓现代意义 这个问题 应该这样说 因为我们这个文化 不是一个死的文化 而是一个到现在 仍然还是活的文化 既然是活的文化 我们就需要奋斗 需要自己作主 一路向前迈进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文化 只是限制在过去 只是把它劃定为 一个考古的范围 这样的话 就真是一个死的文化 或者一个古董的文化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将中国文化 看成一个活的文化 而只是将它视为 一个死了的文化 如果是这样 我们想去找一个这样的文化 一个死了的文化 到处去尋找 去发现 一个这样的考古 这个死了的中国文化 这种这样的态度 由根本上开始 就是错误的 因为这种态度 在骨子上 骨子里 我们认为 中国文化死了 现在已经不存在 我们只是找一些古董 去考古 现在已经不存在 但其实 我们的文化生命 是一个活的生命 我们生在现在 是有现在的奋斗方向 也应该有现代的表现 这个 所以 我们怎么可以 只是去找一些古董 用这个找古董的方式 去找中国文化 找到古董 就代表中国文化呢? 不是这样的 所以 用古董的方式 去找中国文化 这个态度 本身 就是 轻视中国文化的态度 如果我们想 真的要去了解中国文化 就应该跟中国人 接近些 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怎样 聊天 怎样交朋友 怎样思考 到周围去参观 这样固然是一种方式 怎样思考问题 怎样思考问题 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 我们 看中国文化 我们看孔子 看论语 我们不可以 将它 只是 当成一个古董 来看 论语 孔子 他还是有生命的 是一个到现在 仍然是 活着的生命 智慧 不可以将它 当成古董 来看 所以 我们 要把中国文化 当成一个 活的文化 不可以当成一个 死的文化 来看 好了 这样 我们就 说回 这个 我们最初 开始说 中国文化 是以 儒家作为 主流 所决定的 生命方向 这样 所以 我们可以 顺着前面 所说的 儒家的 使命 来看 生命方向 在现代 应该 用什么姿态 来出现 那么 中国文化 的现代 所谓 中国文化 现代化 之前 有一种说法 叫做 现代化 中国文化 现代化 之前 说过 中国文化 一个 儒家 的 说法 有所谓 耐性 外王 两方面 发展到现代 要求 新外王 新外王 要行王道 新的王道 王道 有它的具体内容 而不是很笼统 地说 仁义道德 王中熙 曾经说过 三代以上 藏天下 于天下 三代以下 藏天下 于康俠 这句是原则性的说话 不是笼统浮泛 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 其实是相当深刻的 而且是一种很真切的感受 这种说法 这句说话 在今天看起来 仍然有意义 而且 它的意义 更加明显 三代以上 藏天下于天下 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三代以下 藏天下于康俠 其实是讲家天下 天下是个人的私产 这种情况 以前就是君主专制 君主专制 今天 可能不是君主 今天就是政党 政党的家天下 以前 中国人的理想是什么呢 就是说藏富于民 藏富于民 藏富于民 这是理想 但是 这个 后来 这个 如果是一个君主专制 君主专制 的一个 制度下 可能是要求 这个天下财富 集于一身 集于一身 这样 就变成了家天下 极端的形态 所以以前 就求藏富于民 后来 就变成了 这个 财富 全部藏于 这个 专权者 这样 变成了 所以 这个 王黎周 他的说法 所谓这个 三代以上有法 三代以下 无法 三代以上 就有法 三代以上 有法 有法 这个 法 是要保障 可以能够做到 藏天下于天下 藏天下于天下 即是维持一种开放的社会 这种 这种 法治 才是 够深刻 所谓真正的法治 和法家所说的 那种法比 这种法 真的差得远 法家那种 不是真正的法治 这种 才是 三代以上有法 这种法 才是真正的法治 不是法家那种 三代以下 已经是 没有真正的法道 有的 只是 皇帝 个人的 司法 皇帝 个人 司自定下 的法律 所以 这个 为何 讲新爱王 呢 我们 就要讲 民主政治制度 所以 之前说过 瑜伽要讲新爱王 要讲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 能够表现到所谓 藏天下于天下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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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学术 最内部的要求 亦都是 一向是要讲这个 藏天下于天下的 其实是讲一种这样的理想 不过 从未曾 在现实上出现过 未曾在现实上出现过 未曾在现实上出现过 这个是瑜伽的说法 那种理想 未曾在现实上出现 而今日 现代化 最主要的要求 就是 希望这个理想 能够实现 希望这个理想 能够实现 亦都即是 瑜伽当前的使命 就是要求 这个新爱王 这个新爱王 就是说这个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 就是这个新爱王的形式条件 而事工 在这种形式条件的保障底下 才可以充分实现 在民主政治 才可以充分实现 在民主政治 在这种形式下 才有所谓的事工 才可以让你做到你想做的事 除了民主政治之外 另外还要说的是 所谓的科学知识 科学知识 就是这个 新爱王的财质条件 新爱王的财质条件 刚才所谓的新爱王 刚才说过 现在所谓的新爱王 是要说 藏天下于天下 要说开放的社会 要说民主政治 有民主政治才能够保障到事工 也要有科学知识 这个就是所谓的现代化 这个就是所谓的现代化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就是要说这些东西 所以中国文化发展到现在 我们可以说 它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 我们不可以 用西方人轻视的态度 将自己的文化 当成一个被西方人研究的古董 我们是一个生命的存在 仍然都是要向前进 要向前迈进 要向前奋斗 在我们前面 仍然是不断的 会遇到问题 要有待我们去解决的 怎么可以用这个 采取一种 研究古董 考古的态度 去了解中国文化呢 我们一定要自己作主 要继续 将这个文化的生命 生存下去 现代化 现代化 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 现代化 虽然最先 发源在西方 但是只要 它一出现 它就没有地方性 它是一个真理 它是有普遍性的 只要有普遍性 任何一个民族 都应该要去承认它 所以 用中国的名词来说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但是我们也应该 根据我们的生命要求 将它实现出来 这个就是所谓 新外王的中心工作 最主要要做的事 就是要实现 这些民主政治的理想 对于这个观念 当年孙中山先生 在辛亥革命的时候 也很清楚 不过 辛亥革命之后 历史的发展 由军阀运战 国共内战 一直发展到今时今日 这个理想 慢慢变形 甚至可能被人忘记了 也不定 当然 这些情况 跟现实政治 曲曲折折的发展 有些关系 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 所以 也不再在历史中深究 他的原因 这样孙中山先生 在辛亥革命 所说的 就是 向往民主政治 所以孙中山先生 出任了第一任的 临时大总统 但是在正式选举的时候 他就是 让位了给袁世海 因为他 心目中是一个民主政治 所以他认为 这是中国政治 现代化的第一步 第一步 由现实上 实行来说 但是 其实 这是瑜伽 一早已经要求的 一个理想 这是一个王道 王磊 王宗熙 已经很清楚 这个问题 如何实践 当然 孙中山先生 刚才也说到 虽然他很想做到 但是 因为这个历史的原因 一路曲曲折折 都未曾真正做到 到现在都未曾真正做到 那么 五四运动之后 这个新文化运动 正面喊出来的口号 就是要求 民主和科学 其实 既然喊到这个口号 其实当时 是 捉到 这个 现代化的关键 在哪里 现代化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键 其实 确实 是在 民主和科学 这个 其实捉到 这个 掌握到 这个 不过 当时 除了这个正面 要求民主和科学的口号 之外 这个 当时还有一些 反面的口号 就是 叫做 反封建 反帝国主义 这样的 口号 这个 结果 后来 发展出来 就变成 怎样呢 就变成 好像我们今天 这样 这个 科学 不是很能够发展出来 这个科学发展 其实 都不是很成功 我们 不是很能够培养到 科学家出来 这个 这样 民主政治 亦都是 不是很能够实现出来 这样 我们 要享受 这个 科学技术 现成的成就 其实 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现在 享受到 西方科学技术 那些成就 大家都很高兴 但是 如果我们真的要 脚踏实地 要了解科学 要研究科学 就不容易 这个 需要一种文化精神 在里面 才可以 这个 这个 因为中国人 时时都要求 实用 这种 方式 其实 就不太能够 了解到 这个科学 就是 要很 踏实地 去了解科学 研究科学 就很少 这个 所以 这个正面的两个口号 说科学和民主 就不太能够发挥作用 不太能够发挥作用 反而 反面的两个口号 即是说 反封建 反帝国主义 就能发挥作用 反帝国主义 大家很容易了解到 因为当时 中国人是身受其害 这样 对于他有很清楚的观念 反封建 反封建 这个口号 大家对于这个名词 似乎都有些观念 但是 不太清楚 反封建 其实是反什么 反封建 结果 反封建 就成为一个象征意义 象征意义 象征意义 象征一些什么 亦都很难说 实际 这个名词 无论是从中国或西方历史 来看 都只是借用 的名词 因为西方文化 封建 是在说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 各个地方民族 退而要求自保的时代 如果是反封建 的意思 反封建 就是在 罗马帝国 未崩溃之前 就不能算是封建 封建时代以后 来到今天 亦都不算是封建 所谓反封建 是反什么呢 难道是反罗马帝国崩溃之后 那一个状态 如果不讲西方文化 就讲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 来到说封建 其实就是西周三百年 周天子 封侯建国 那个就叫做封建制度 作用是用来集体开狠 充实封地 用来巩固周室 这个封建 在这里 是有积极意义的 跟西方说封建的意思 是相反的 但是 中国由秦汉开始 已经不再行封建制度 所谓反封建 是不是就是反周朝的封建 所谓反封建 就是反什么基建 是否反西周三百年 是否反西周三百年 所以在这里看到 所谓反封建这个口号 其实 不是一个很清楚 很确定的意义 没有一个确定的意义 它其实只是一个很笼统的象征的观念 所谓反封建 所谓反封建 它大约的意思 就是反对一切古老的方式 用封建这个词代表 来概括一切古老的方式 所以这个 当时反封建 就是所谓反对过去的古老方式 认为五四以前 都是属于过去的 都是属于古老的方式 但是 到底这些实际 古老的方式 内容 是什么呢 而它所要求的 新的方式 又是什么呢 这两者之间 对照是什么呢 本质的差异又在哪里呢 这个 就不容易说出来 所以 这个 谋生 就尝试 用 新的方式 将这些 现代化的内容 列举出来 这个所谓 现代化内容 是什么呢 就是民主政治 文字 事工 科学 这一套 就是由西方文艺复兴以后 所创造出来的 近代文明 整个一套内容 有着一个共同的基本精神 一个基本精神 谋生 用个名词 来说 这个叫做 对裂的格局 对裂的格局 就是我们这个现代化 最本质的意义 也可以用大学所向往的 所谓自国平天下的理想 这个就是所谓 结举之道 结举之道 用结举之道来说 对裂格局 结举之道 要求合成一个方形 才能平天下 亦可以用逆经 补合太和 乃利征 这个说法来说 所谓的补合 就是保持合作 而形成一个方形 这样才能够成就到一个大和谐 所谓的补合太和 太和就是大和谐 如果你一定要比其他人高一点 比其他人高一点 比其他人高一等 你要征服 去令到其他人 低属于我 这样 这个就不是所谓的结举之道 天下亦不能够太平 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 由希特拉 史特林 一路发展 下去 很多时候 人们就是想把自己 变成一个最突出的人物 将所谓一切的事物 都是随属于自己 这样的天下 是不能够和平的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交朋友也是这样 与朋友交久而敬之 你如果不尊重对方 这个朋友很难交下去 你要尊重对方 就是两端 两端的意思 就是两两相对 两两相对 就是所谓的对裂的格局 所以 只有一个 依照这个结举之道 形成一个对裂格局 的一个形式 天下才可以太平 所以 只是讲帝国主义 要讲征服 这样 是不能够令到天下太平 好了 这样 这个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我们下次再和大家 去介绍一下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